我们这一代会想要帮爸爸妈妈 买一个有电梯的房子 所以他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总有一天他楼梯会爬不上去 我要帮他换一个电梯的房子 但他甚至觉得 应该就要帮爸爸妈妈买有楼梯的房子 人就是这样子 大家平安 我是艾佳豪医生的节目小编 艾佳豪医生身为黄医师 在GoTV主持了七年的优质节目 去年从儿科领域转型到了全灵关怀 那今天艾佳小编入住健康讲堂的频道 重点就是 Drop the beat 健康讲堂 出片在一起 但想不到主题 可以比陶俊姐更新 总而言之 今天就重点整理了艾佳豪医生的最新主题 了解姬小正的片段 大家一起来增肌简史吧 欢迎来到艾佳豪医生 我家的长辈不爱运动 越来越驼背 会不会变成姬小正呢 这一集黄医师在开场时 抛出了好几个跟姬小正有关的关键字 有没有哪一字有打中你呢 那可要好好注意咯 本集邀请到的大来宾 是大名鼎鼎的嘉医科宋燕仁医师 以及陈小谦物理治疗师 他也是一名训练师 那我们就要开始讨论 姬小正对现代人的影响咯 我们现在的独自化 是不是很多长辈 虽然是越来越长寿 但生活品质越来越差 我不能讲说品质越来越差 但是身体的品质 健康品质 的确有一些红灯了 那我们现在其实发现 大概老年人吧 65岁上的人 他其实换三高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而且逐年身高当中 对 大概十几年前 大家都还在谈所谓的股中症 是 除了三高之外 这些年来 其实大家开始注意到 其实更早出现问题的是 肌少症 是 那加上这个体重过重 就变成肌少肥胖症 是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高龄族群里面 最大的一个肥胖议题 那也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健康议 对 所以很多的问题都从这边开始 很多的 我们这一代会想要帮爸爸妈妈 买一个有电梯的房子 说他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总有一天他楼梯会爬不上去 我要帮他换一个电梯房子 但我跟小千其实平常 他有在训练我 我知道他可能不同意这句话 他甚至觉得 应该就要帮爸爸妈妈买 有了楼梯的房子 人就是这样子 所谓的用劲费退 那当你给身体适当的刺激 我们就在讲说 所谓的新陈代谢 你要给他适当的刺激 不管是刚刚提到的 像是肌肉量或骨质密度 或血压等等这些东西 他再受到机械性硬力 他身体就是会成长 所以以前我们都有一观念是说 年纪大了 你走慢一点 我们来就好了 你都坐车之类的 那某部分 我们当然是避免他跌倒 安全的问题 但反而还是让他适当的 我们讲负重 或适当的活动 其实对 可能不止肌肉骨骼系统来讲 包含刚刚提到的心血管疾病 血糖的控制都是有帮助 对 接下来黄医师就帮我们问了 到底怎么样算肌小症 在临床上又是怎么判断的呢 那最简单的方式是 我们会拿握力器 因为其实包括现在肌小症 Sacropinia 它的标准其实就是 看你的握力 以亚洲的标准 我记得是18公斤跟28公斤 握力 握力 最大握力 对 男性的标准就是说 你这样用力握2到3秒 至少要28公斤 那女性的话是18公斤 那这是一个肌小症的诊断标准 但它是表现 它是一种表现 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我们实际去测它的肌肉量 那现在可能各种健身房 其实都会有一台就是 我们叫做应该是用透过电阻式 像我传一个简单的电流过去 看你传的速度怎么样 比如说水分越多 你传的速度就会越快 所以它算出 你的肌肉量可能大约是多少 但是大概这种电阻式的量测方式 其实误差值还是有一定 所以如果要追求黄金标准 那最准的目前应该是叫DEXA 它就是用X光照下去 然后去类似推测说 你的肌肉量是多少 那这个是研究等级 或可能在顶尖的 比如说国家训练中心 会去用这个来去测肌肉量 那其实肌小症一部分 也会去根据你 可能换算出来这个单位 说那你是不是有肌小症的问题 了解科学的贪乱方式之后 今天的重头戏来了 那有办法在生活中 自我检测肌小症吗 很多人其实在家里 有时候很容易做一个自我检查 比如说你平常上街买菜 你就拿一个 比如说14公升的购物袋好了 你平常都可以提回家 你突然发现有一天 你提回家气喘吁吁 甚至于中间要休息好几次 那大概就是肌小症的 一个最简单的症状 所以家庭主妇 你平常上街就可以注意到 第二个你如果家里 是住比如说三层楼的公寓 你以前蹦蹦跳跳 年轻的时候毫无问题 你突然发现 哪一天开始 你有点步履为间 每一层楼都要休息 甚至爬几层都 这么传回去 大概也是肌小症 甚至你会觉得爬的时候 脚会发抖 下楼梯的时候 必须要扶着楼梯下去 这个大概也是一个问题 还有很简单的 就是你如果坐椅子 像我经常就有一个病人 我就请他站起来 他一定要扶着 才能站起来 那个就是一个很简单 老人家肌小症的症状 你如果没有扶椅子 站不起来 这大概也是 第四个是比较常见 比如说你都有蹲室的马桶 如果有一天你要求 还是一定要给你买坐室马桶 大概你肌小症就差不多了 蹲下去 蹲下去站不起来 要不然就蹲不下去 对 你蹲下去根本 你的脚无法支撑你的身体 那这样的一个肌肉流失机少 大概在几岁之后 就开始要注意呢 一个人的黄金时间 大概就是25岁到30岁之间 30岁之后 大概肌肉每年就以 一个相当程度 百分比再往下掉 到了50岁之后 掉的速度更快 65岁掉的速度更快 所以其实我们大概 讲说要注意 严格讲起来 应该30岁开始 就要注意肌肉的问题 你越早养老本越好 那你如果到了50岁 开始警觉 大概也来得及 那如果从教练 我们刚刚聊天 65岁其实也来得及 就是你基本上 你哪一天开始警觉到了 就要开始注意 都有机会 都不要说我老了 我已经来不及了 不要认命 千万不要认命 不要说我抬不动了 我老了 用老来做回答 通常都不是一个好方法 大家听到了 不管几岁都不要认命 所以最后赶快来学一个 超简单的居家动作 一起提升机力吧 在家里 因为大部分都有椅子 或者你有餐桌椅 那我们会练习的 就是坐到站 那坐到站的部分 比较像是在练习下肢的肌力 会跟我们从蹲室马桶起来 或者坐到椅子上 这些都比较有关联 双脚与肩同宽 然后接下来呢 脚可能要稍微放后面一点点 因为脚如果放太前面的话 您坐起来瞬间就会往后倒 我们再注意一下 就是脚一定要 稍微往后放一点点 那接下来呢 你要坐起来的瞬间 其实就记一个口诀 就是要先鞠躬 然后脚用力踩地板 再一次哦 有点像鞠躬 然后再坐下去 鞠躬 然后再站起来 对比较困难的一些年长者 那其实您也可以用稍微 手扶一下大腿 然后再坐跟站 那为了让大家方便记 其实就是每次 我希望你总共能做30下 但这30下你要怎么分配 随便你 比如说我早上做10下 中午10下 晚上10下 或你想要一口气 在晚上做30下 也可以 那这个是次数的部分 那我们会希望说 您做完一次肌力训练 大概可以修一天 然后接着再做 所以会建议一周三到四次 除了这个居家动作 陈小千事疗师在节目上 还有更多运动方面的分享 而宋燕仁医师 更是有精辟的饮食见解哦 这些改善生活的秘诀 欢迎到爱家好医生频道 看完整的解说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按赞订阅 黄聪明医师健康讲童频道哦